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还会给大家发红包 到时候我也会去参加 现在就可以在活动页面预约晚会了 一定要记得来看哦 我会在广州宝能国际演艺中心等候你来 每天都可以参加抖音美好奇妙夜的活动 点击屏幕右下方的抖音美好奇妙夜图片 就可以去参加活动了 每天可以完成活动任务 来获得参奖抽奖机会 有可能抽中手机啊 抖音美好奇妙夜门票啊 抖币啊等奖品 大家也可以搜索抖音美好奇妙夜 来了解详细的活动规则 太棒了 我要去抽奖 这种抽奖内容为什么不给我呢 我可以内定吗 哈喽 你们好朋友们 今天来到这感觉非常的开心 对 然后 大家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 嗨 19号 对 有什么 有一个参加抖音奇妙夜寻游直播的心情 然后给所有直播间的宝宝们送一句土味情话吧 土味情话有这种东西我最不擅长了 哈哈哈 谢谢 哦刚刚有个人问我吃饭了吗 我其实还没吃 你知道我最想要吃什么吗 我最想要吃吃的忘记你们 我想一直呵护你们 天哪你们都知道 果然比我更土 没事我就是 最喜欢看抖音 哈哈哈 每天都在刷抖音 没有 抖音美好奇妙夜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艺人 有没有自己的偶像 有啊 自己喜欢的艺人 我今天喜欢的艺人就来到了我 我直播间的现场 没错我现在就要直播连线 要跟我一起参加抖音 就是我在抖音奇妙里面最喜欢的艺人跟偶像 我的偶像很快 来 有请 有请 林俊杰 哈哈哈 没有没有 来吧 哈喽我是他的偶像 哈哈哈 没错就是今天迎来了就是我的偶像 朱正廷 谢谢 朱正廷先生 我可以来采访你几个问题吗 好的 就是您 就是这么 为什么长得这么帅呢 好 其实这种东西就主要说跟我关系好的人长得都挺帅的 好的谢谢 好 好的谢谢 好 现在感谢 非常感谢朱正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可以走了 好 不行不行再留一会儿 好 再待一会儿 好 我再陪你待会儿 好的 我们来问一下哈 我来问 首先我想采访一下你 参加抖音奇妙夜巡游直播的心情 给所有直播间的 对我自己的五官哪里最满意 对我自己的五官 嗯 五官的话我觉得对我五官都很满意 哇哦 那好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平时录综艺和出席活动有哪些趣事可以分享 趣事呢就是有一天就是我在直播 嗯嗯 然后就是我直播的时候就真的好好笑我跟你讲 怎么 就突然就来了一个就是就是又突然就来了一个戴着帽子我跟你讲 然后就带着那个眼镜你看那个眼镜特别土 但是就就带着这个眼镜就是都抵挡不住那个帅气 谢谢 没错 那个人就是 我今天没画眉毛 那个人就是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谁 黄青春 那队友朱正琴 你最论什么就是论你最优秀好不好 好 那我再问一下 嗯 那你平时出席活动有什么趣事可以分享吗 我吗 我其实还是就是这么说觉得 哎呀 要问到我突然 有什么趣事吗 对工作的时候最有趣 哇真的吗 对啊 天哪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对吧 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太开心了 就好幸福 没有什么就 真的 真的 我真的有什么比工作还要幸福的吗 对对对 哈哈哈哈 工作有睡觉幸福吗 当然了 工作最幸福啊 工作比睡觉要幸福一万倍吧 对啊 我觉得每当我有工作的时候 我简直开心了我都睡不着觉 真是说出了我们这种努力的艺人的内心 对 看粉丝上吃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吃药 我刚吃完药啊 我来吃什么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都完了 嗯 可以换一个 OK 我们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 我来 那就来我来问你几个脑筋击转弯 好不好 嗯 我来说一下几个脑筋击转弯 然后 我说你脑筋击转弯 你来猜一猜 我来猜 我就没猜 没关系你就来猜一猜 就是 我来想一个 你知道有一天 就是 老有一个人 就老张你知道是谁吧 不知道没关系 老张就是有 我当然不知道老张是谁 老张你都不认识 老张你都不认识 我认识 就那个拉面很厉害的那个老张 老张他们你没吃过吗 我没吃过 超级好吃的 真的吗 真的 你可以点外卖 然后老张有很厉害的胃病 你刚刚是植入吗 不是植入 哦 这怎么是植入呢 老张有很厉害的胃病 可是他每周总有五天 他每周有五天 他总是往牙科跑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他有很厉害的胃病 但是他需要往牙科跑 对 他会有的牙齿不太好 他是什么怪物吗 会有的牙齿 那等一下 让我想想 那他每天看牙齿 要先抛肤 抛开来 然后女后 好可怕 你看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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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来 因为他是牙科医生 那谁优秀 你最优秀 那我再问你一个最简单的好不好 小白小红小黑小绿去坐飞机 谁吐了 小红小白小绿小小灰 小灰 小灰 谁吐了 对 这真的是入门级别 其实我 小白小白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小白兔 那我最后再问你 我再问你一个超级更入门的 我可以看 你再问我一个 就是有一天 就是按照台本上的闻 你知道女巫造人吗 嗯哼 你知道女巫她就在做人 做人那个人的那个泥吗 嗯哼 她做手一直笑 就感觉在看抖音一样 就一直在哈哈大笑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猜嘛 就是她在做人做什么 一边笑一边做人 因为用了感情 当然不是啊 能不能给点提示 你知道什么吗 为什么 女娃不是处女座 那你写了 不是 什么真的是 因为做人嘛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那我再问你一个超 更加入门的 嗯哼就是 你刚刚都说好弱 你真的出得很简单 很简单 这真的是一般人都知道 嗯哼就是有 你知道你 我知道你很爱吃法餐 嗯哼 你知道三分熟的羊排 嗯哼 跟五分熟的牛排 一起在锅里面 嗯哼 那他们俩就是不讲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吃肉啊 不是不是不是 嗯 你就他们俩就是不讲话 你知道为什么 不熟 哈哈哈哈哈哈 好多聪明 提示 我跟你讲 没错答案就是 因为他们根本不熟 那么多 好吧 那我再问 再问你 再问你几个 嗯哼 你知道一块玻璃 从二十楼掉了下来 碎了 好 你知道我跟你说过 嗯 再跟你讲些什么 你知道什么动物和植物像鸡 什么动物和植物像鸡 这个当然啦 鸡当然像鸡啦 什么动物和植物像鸡 什么动物和植物像鸡 生鸡汤 数码相机 为什么是数码 啊 数码相机 我还没反应过来 你要让我说 数码相机 哦哦哦 再来一次 那到底是什么呢 数码相机 哇哦 天呐 真的 太好笑了 好 再问 最后我问你一个吧 嗯哼 鹦鹉孔雀凤凰 这三只鸟 哪个最适合在服务 在饭店做服务员 当然是鹦鹉啊 因为他会说话 当然不是啦 那为什么 反正是孔雀 因为孔雀开瓶 开瓶 开瓶开瓶开瓶子 就给别人用饮料瓶 他最适合在那个服务员 那个饭店里面当服务员 你这个脑筋几百万脑子转得有点快 当然 脑筋几百万这种东西我跟你讲 真的 就 说明你的脑子非常的好 就是非常的厉害 就很聪明 你是在说边上的 就说你很聪明 真的 真的哪里聪明 就是都很聪明 谢谢 那我跟你说了 你说吧 有没有题目啊 有 OK 在树上唱Rap 打一个字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在树上唱Rap 我赢了 答案是什么 桑 为什么是桑呢 因为它 又又又木 太厉害了 你知道 虎形 这个我真的找 你知道虎形当中 金木水果腿 谁的腿最长吗 这好简单 这个吗 等一下 你猜一下这个真的很简单 木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木是它往下走的 它为什么是往下走 因为它有好多腿 对啊 那有好多腿 我跟你讲 答案是火 为什么 因为火腿长 那我给你讲 麒麟 你知道什么吗 麒麟 我当然知道麒麟是什么 麒麟 它到了北极变成什么 冰淇淋 哇 哈哈 我对了一次 好天哪 那既然聊了这么久了 就给大家送福利了 今天活动的主题是奇妙夜巡游 在公屏上打出这五个字 我跟你说 我们会截屏随机抽取五位幸运儿 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 一位一位抽取送钱名叫 签 现在签立刻签 好不好 好像是结束签 现在签 我刚刚也是现在奥对 你啥时候 你啥时候 怎么样 我感觉我变了 你也变了 为什么 就是我也变成圈圈圈 什么圈圈圈 不要乱说 我一直都是这个 没有 但是现在我知道 它在画圆圈就好多个圈 乱讲 四个圈 我数了 乱讲 乱讲 乱讲给大家看 我欠你 好吧 算完事 你挑 大家看它是不是圈圈圈 乱讲这哪是圈圈圈 好多个圈 什么圈圈圈 这是 J U 爱的茉莉圈圈圈圈 想你想到新花怒房黑夜白天 我只会第一句 其实 又到你录我里头先走了 什么 对 今天也想 我今天也想进行人气挑战 达到多少人气就送出礼品 第一次抖音直播有些小期待呢 假设就设定三万吧 只要人气到了我就开奖 大家可以多拉拉人一起过来玩 期待你们和我一起玩转奇妙夜的 旋游直播哟 我是不是可以截屏了 要截屏吗 不用截屏 不用截屏 奇妙夜巡游 你太棒了 你看 我一猜你刚刚就肯定没有直播 你就是 我刚刚一个人直播的时候 我自己问自己问题 读一遍问题 你快你选人 我选人是吗 还是接屏 没有 你选人就直接 好 那我就随便读了 那我就是这个 叫做男瑶瑶的人 恭喜你 好 就这个叫做 好 这个叫做朱祝婷的 哎 有 还有一个叫呆呆蒙鹿 有 还有一个叫做唐大大 我是选了几个人了 四个 三个吧 四个 我选了四个了 那我再选一个超酸的柠檬鸭 OK 恭喜恭喜恭喜 好了 又到了尴尬了 没有 来我陪你聊天 怎么会尴尬呢 这是什么事啊 对不对 尴尬聊 我跟你说 我帮你cue一下 马上其实你就要连线了 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真的 我都不知道 那个才是真正尬的环境 哈哈 你在说什么 相信 我像有你在一定会尬的 没有 连线的时候我一定走 我一定走 我救不了你 哈哈哈 OK 来了 连线吧 连线 连线了吗 嗯 大家讲几个我最近在抖音里面看到的好笑的事情吧 你最近看到啥 最近看到啥 哇 你知道我抖音都看什么了吗 看什么 看一些做菜的视频 啊我抖音看画油画的视频 我抖音看都是做菜的视频 你用来看做菜的视频 就我学做菜啊 我抖音都在抖音上面学的 我最近在看学画什么油画啊 还有一些特别智障的一些视频 是的 没错 我也是 哈哈哈 因为我真的看得特别开心 对 嗨 嗨 和网友聊天 嗨 嗨 我跟大家聊会儿天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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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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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還在喝水 那乾淨喝點水 謝謝 互動 喝點水 讓你注意身體 可以 你跑得快嗎 跑超快的 為什麼呢 我怎麼知道 因為我腿長了 應該說對面站著你的粉絲 所以你跑得超快 哇塞天哪 我現在正式把我圖位情華王的這個獎狀翻譯給你 我心靜的圖位情華王朱正輯先生 我哪有 三巡來東北嗎 三巡來東北嗎 我想去 我想去 你想去嗎 我還沒去過 我還沒去過東北 你去嗎 我超級想去 我朋友約了我八年 我都沒去 我們來 頭髮是什麼顏色 頭髮是灰色 我這頭髮是自己染的 在家裡面 真的嗎 真的嗎 我看出來就是染的不均勻 你染的的確不是很好 但是 不是 我覺得你這個不均勻染的挺好 顏色挺好 就故意的是這樣子 我以為你沒染好 但是出來的效果挺好 真的假的 嗯 我真的好開心 我又在酒店裡面就跟我比較染的 我也染一下吧 你回頭幫我也染一下 你染一個 就是你染一個什麼顏色好了 大家快來東北 上海 哪個染發機 我真的不知道 這整個東西都隨便了 好 今天是抖音官方舉辦的奇妙夜巡遊直播活動 在10月8號到10月18號這段時間 每天都會有抖音主播和明星來帶大家一起感受好玩的直播內容 今天輪到我來跟大家見面 這不是我剛剛 沒有 它要重複 今天輪到我來跟大家直播見面 大家請記得關注預約其他的直播活動喲 記得一定要喲 另外10月19日晚上8點 是我們抖音美好奇妙夜活動 到時候會有許多的明星啊 抖音主播來參加 給大家帶來精彩節目 還會給大家發紅包 到時候我也會去參加 線上就可以在活動頁面預約晚會了 一定要記得來看喲 我會在廣州寶能國際演藝中心等候你們來 每天都可以參加抖音美好奇妙夜的活動 點擊屏幕右下方的抖音美好奇妙夜圖片 就可以去參與活動了 每天可以完成活動任務 來獲得抽獎機會 有可能抽中手機 抖音美好奇妙夜門票 抖壁等獎品 大家也可以在抖音搜索抖音美好奇妙夜 來瞭解詳細的活動規則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問題呢 也 有什麼想問的問題 我今天有穿秋褲和秋衣不滿大家說真的 他真的穿了 我真的穿了秋衣秋褲 他說是會發熱的 對這個會發熱自動發熱那種 他眼睛沒事 對就是今天沒有 對有點腫 沒事 有點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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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然後 對廣州好熱啊 我們去廣州 就得穿少一點太熱了 然後 對 對 我們就是有沒有什麼 你正在幹什麼 我正在講最近 真的 你這次有沒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我最近嗎 你最近都還幹什麼 我最近 我昨天不是剛去錄歌 來給你宣傳一下自己的歌 我剛好已經宣傳過一波 宣傳過了 怎麼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我的新歌 好好好 來我們一起來 來一個看朱正廷新歌的那個 來 來 快 我們倆一起看 快誰的手機借我們用一下 好就是你的了 上 拿我的手機看吧 我的手機呢 我的手機呢 等一下 我來看一下 微博 打開微博 你這個 黃透盔膜 我跟你講我這黃透盔膜可好了 你在哪買的 你說呢 在某某一個 某一個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對某平台上面買的 我在店裡貼的 我感覺在邊上還是能看得到 OK 我看你的舞蹈版的 你的MV我已經看過了 我想就來 來看我沒看過 哎呀 你看我一開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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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哇 哇 哇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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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哎 哎 你知道為什麼我是李的時候 為什麼 就是 是慢慢往前走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太遠了 只能往前走 只能往前走 做動作移不過去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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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好酷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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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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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真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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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看完了 又看那個 那又看那個 她又看那個 到了到了 到了 看這種 embray 天哪,真好 啥? 跳舞跳得真好 没想什么 我什么都没想 跳舞跳得真好的意思 咦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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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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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跟他 连线了是吗 来了来 那叫与直播的小主持人进行连牌pk的活动 哈喽 怎么没有人来跟我连麦 天哪 你刚刚跟我说一样 哦,有了,有了,有了 好期待哦 哎呀,浩哥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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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到浩哥 浩哥确实就是说 跟视频中一模一样 真是那么帅气 这演技这一看 谢谢 谢谢 我也是第一次跟美女联麦 我有点紧张啊,浩哥 不用紧张,你也非常的帅 没有,没有,没有 我颜值到你那时 天上插地上 太谦虚了,太谦虚了 我知道哥,你这个跳舞非常的好 你能不能来一段 那个freestyle 我们给大家欣赏一下 freestyle 对,来一段舞蹈 舞蹈秀 行,行 我来到我的 我的原创吧,行吗 行,可以 嗯,好嘞 好嘞,好嘞 来来来 哎呀 哇,这个跳舞 哇塞 哇塞 我收那流行万月涛 含着向亮的呼号 前方和人包伤眠 要能耐力别口 我也是 山龙马道上飘 成个英雄万象 向万亚 飞远走比能飞多高 哇塞 哇太厉害了 这个Puppy太好了 这个是一段小原创 这个看起来 哥你肯定练了挺久了 这个基本功都飞太好了 这个跳的 没有我是自学的 没拜过老师 真的假的呀 真的我从12岁 看了麦克尔杰克逊 啊 哇那你刚开始学习舞蹈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故事 可以分享一下吗 刚开始学的时候 家里边那个时候 是光盘那个时候 啊光盘 VCD那种对 光盘叠片 然后 刚开始学的时候 没有老师自学嘛 就就拿了那个 遥控器上面 有慢放的功能嘛 嗯 然后就慢放到最慢 一步一步学 我记得很清楚 哇 那真的不容易 哇 是佩服佩服 麦克杰克逊那个 Dangerous 那个舞蹈 四分多钟 三分四十多秒 学了整整一天 学了 哇 哇 哎他在学得很快了耶 哎还挺难的 学了一天 那个哲心那个动作 然后就一直坚持下来 一直坚持了 大概是 现在到二十四 现在二十岁 二十周岁是十八 不是八年 八年左右的 自学时间 八年八年 太厉害了 您这个要是 没有 我看 去学一下 那太 看浩哥的技术也是很 很到位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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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看你那个野狼disco 哇 跳得也是非常棒 野狼disco 真是假的 但是 每天看抖音学的 我也是 我天天看抖音 就学这个野狼disco 对因为抖音上面 有很多潮流的东西 特别特别好 对对对 真的是 太多了 我天 反正我一见 后哥 我是因为紧张 不知道该聊什么话题了 走 没事 我也不知道聊啥 哈哈哈哈 旁边是不是 廷哥也在呢 好了那 对对 他刚走 他刚走 哈哈哈哈 你是 是只跟我一个 一个达人连麦呀 还是还会跟 很多达人连麦呀 不知道耶 可能他还要 再给你一个 达人连麦 好嘞 好 那下次再见 老哥 行 我们抖音 美好奇妙夜见 拜拜 拜拜 嗯 好嘞 好嘞 再见 好嘞 再见 哎 哈喽 大家 现在呢 是今天第二轮送福利 今天的活动主题是奇妙夜巡游 在公屏上打出这五格子 我们会截屏抽取五位幸运儿 然后呢 给大家送抖音的周边 对 我来选一下啊 那我就选这个爱浩浩的秋浩 对 然后 那个 还要再选四个对吧 那就叫这个 黄美好的听宝 好 OK 然后再选一个 嗯 这个叫做 一片空白 好 再加一个假富贵 假富贵 还 还最后一个 再选一个 嗯 就这个叫做 做一个快乐的美娜 好 完美 好 朋友们 又到了 独自尬聊的环节 郑婷刚刚已经 已经走了 她还有事情 她现在先去工作去了 对 搬砖去了 然后 还给她 分享一些 小时候的故事 她说 小时候的故事 小时候什么故事呢 小时候就是 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我想一下 好 小时候就是 就 没什么有趣的故事 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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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在认真的学习 从早上学到晚上 对 然后 现场演绎帅气可爱冷酷表情包五连拍 那就 来给她演绎一下吧 帅气 可爱 冷酷 还有什么 无连拍 再来一个 而且她变个魔术吧 最近刚学了一个魔术 对 最近刚学了一个魔术 对 看这是一个拳头是不是 有没有指钉呢 有 那这是一个指钉 对不对 就慢慢把它塞到我的手里面 对 就能不能吹一下 好 我就代替你们吹一下可以吧 吹一下之后我就给你变 再吹一下 我感觉还 还 力量还不够 你得吹一口 你知道这个 就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 对 然后其实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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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对吗 要长沙了 我好像去吃牛油 我真的太想吃牛油了 牛油真的太 虽然我最近 是在减肥啊 但是牛油真的 在我减肥路上 一个绊脚石 你知道吗 真的 我真的太想吃牛油了 那什么比牛油还要好吃的东西 没有 真的是 哇 好像去打球啊 最近就每天都在打球 好像打球真的 控制不住自己内心 特别想打球 好 大家 又到了 跟小主持 连麦的PK的环节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 连麦一下吧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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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对啊 长沙虎 牛油真的是太好吃了 好想吃牛油 嗨 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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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嗯 大家 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疙瘩吧 好不好 看一下我最近的疙瘩 有什么 放下我这边听着说 这首歌特别好听 就是 或者我们来放一点其他的歌 放一点 放一点 我还有在这里在听的 我的小 哈喽 哈喽你好 哈喽你好 我刚才 我刚才联了你三次 真的假的 为什么我没收到 你连续拒绝了我三次 我的心已凉 我心痛都怪你们 那你唱首歌吧 那你唱首歌吧 我立刻甩锅完全不是我干的 完全不是我干的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Justin 我知道贾富贝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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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景楼 你好你好 听说您是东北人啊 我说东北的 谁啊 对我好多朋友都是东北的 黄欣诚 对黄欣诚对对对 他特他就是东北的 好多朋友都是东北的 对我知道 那您能不能教我一些东北话 嗯 我我感觉我现在说的所有的话 都是东北话 哈哈哈哈 我我这也是 我能说 嗯 就 给我随便整整一点呗 您教我整点 你干啥呢 干啥呢 你干啥呢 咋地了 咋地了 吃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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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啥呀 吃吃了呀 吃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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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吃了美的意思 对对对对 吃美呀 可以呀 哎呦妈呀 你是不是老跟你的 可以 可以超级可以 对呀 对呀 之前跟我讲东北话 都被他们带跑片了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比较普通 你跟着我比就感觉我是非常有口味的一个人 口味非常重的人 我是 哇 有 还还还还还还好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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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真的 对呀 您真的 特别帅 你也帅 你超级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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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我现在 你看我的耳朵 哈哈 哇 你这耳朵 红的 真的假的 我看不清 还还行 还行 超红的 哎 但哥 我有看过你的视频 哎 啊 地下通道吗 对对对 我刷斗 地下有看到过 哈哈 那时候把孤独当作晚餐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那个 真的 那就是一个偶然 就是 当时大学刚刚毕业 然后就比较孤独 就朋友什么都走了 然后就觉得 哎呀 唱有歌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 我没想 但我真的刷斗云 经常有看到 啊 谢谢 那 那我觉得 你要不现场 给我们来唱一首吧 你们 你们想听什么 我想听 都可以 我觉得都行 嗯 那 来一首那个 比较火的 非常 有节奏感的一首 祝你爱 我到天荒地老 对对 好 那地荒的神 一张 颜色 也万事 我醉一分身 荒你的心 是认真的 在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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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沈阳音乐学院的 哎呀你你也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啊 对我知道 我有个我我我队友也是 毕云俊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非常了解你们 我非常了解你们 真的缘分 他也是沈阳音乐学院的 对对对对对 他是学弟友 我是今年刚大学毕业 哦 那那你们听说你们那边东西特别好吃 我们那边 我们那边只有烧烤 对烧烤 他们说烧烤最好吃 对对对对 比如那天跟我说那烧烤 哎呀特别香 还有还有烤肉 我觉得烤肉是最好吃的 烤肉 嗯就是那个肉放在上面 啵啵啵啵啵啵那种香 哈哈哈哈 好想吃好肚子饿了已经 我现在也比较饿 要不然吃锅完事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你去你那边吃锅 可以可以可以吃锅起来 啊行行行行 行嘞 我们先吃 哦还有锅包肉是不是也特别好吃 我听 对锅包肉分老式的 锅包老式的 黄色的 那个 黄色的 黄色的是最好吃的 红色的是后面新研制出来的那种 现在还有红色的呀 我只吃过黄色的 对 对老式的我觉得黄的好吃 但红的也挺好吃 哦 它红 好想尝一下 好想去 好想去趟东北 哎呀 来吧 来吧 哈哈 好嘞 好谢谢 拜拜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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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别当偶像去当吃播吧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可 可以每天我就去吃点东西 当那种大胃王 虽然我胃口也不大 可以去吃一下 但是 大家吃东西很香 你知道吗 我也想吃东西 对 大家 哦 最近有在做衣服吗 大家 多多期待 对 因为我其实还有很多衣服 大家都 还没有跟大家见面 对 要多期待我们的 2X2 对 我自己的衣服 然后还有我的新的专辑 新的专辑还在制作 马上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对 对 然后还有我们Next 马上就要回归 先多 先期待我们团体的专辑 因为这团体专辑很厉害 对 然后在 然后在 团体专辑过后 就是我的新专 然后大家请多期待 然后三巡 没错 三巡也马上就要开了 对 我们妻子的三巡 马上就要开了 然后 希望大家好好支持 支持 支持 对 然后 然后 会不会 说 长沙话 还真的不会 但我 马上就要去广州了 我最近学了一些粤语 什么 猴中一雷啊 雷猴啊 雷猴啊 雷猴 然后 我特别想去吃叉烧 叉烧 叉烧真的是我的爱 我真的 我去广州这样吃叉烧 那广州真的好热哦 去广州的时候 真的 我穿 大概是 我穿的时候 去广州的时候 我就穿了一个 热到去机场的时候 穿短袖 然后到北京的时候 我真的被冻死 我不跟你开玩笑 你知道北京 突然降温 我就回来那天突然降温 降到真的是 快冷炸了 我真的是 震惊傻眼 然后那时候在广州 广州的时候 我就穿着那个 短袖 然后回到北京 然后在北京 我天哪 太冷了 怎么突然就 这么冷了 所以大家 多穿点衣服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身体 身体最重要 身体是 革命的本钱 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我觉得 做人什么 我觉得真的 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 跟开心 就没有什么会不开心 没有什么 就自己的 无论是 我觉得是 当偶像 还是 粉丝啊什么 我觉得 最重要就是开心 就真的 没有什么是 比自己的身体重的 身体 或者 开开心心最重要 对 一定要开心 就是 可能工作会遇到 不顺利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 就无论怎么样 都是 特别好的安排 我觉得 就是 无论工作顺利不顺利 就是 可能会有不顺利的时候 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 怎么样都是最好的安排 可能这次的不顺利 就是为了下次的成功 做的一个铺垫 对 所以就是 一定要开心 开心心最重要 真的 千万不要有烦恼 就是 有烦恼就跟身边的朋友 什么家人多说说 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 憋在心里面 对 没啥 就一定要坚强 真的要开心 对 真的 一看不开心的时候 就 可以 看看抖音啊什么的 对 一定要开心 开心快乐 然后 蜜桃什么时候开播 应该明年吧 对 马上 就还蛮期待的 就是 因为最近一直 也玩了很多新的密室 我感觉 就基本上就是 全国密室不停的在玩 然后 感觉就是 没有什么就可以难到我 我就很期待 他们现在能出到什么 就能难到我的题目 你知道吗 就真的很难 有能难到我的了 真的 真的 重庆的密室听说特别好玩 好想去重庆玩密室 对 重庆的密室听说特好玩 有很多吓人的 恐怖的 因为其实 玩密室嘛 就是还是吓人的好玩 然后去玩了很多 就是 吓人的 我觉得都还 嗯 就那样 就我真的期待 对 对 好像 不是说 不要打脸 不可能 我跟你讲 真的没有很少能难到我 我跟你讲 真的 很少能难到我 对 嗨 哦 给大家说一下 有什么拿手菜吗 我最近学了很多新的菜 比如说最近糖醋排骨 糖醋里肌 我最近学了一个新的叫 最近还一直在学做炒年糕啊 或者炸鸡啊什么的 对学了很多新的菜 我感觉我天天都在做菜 真的 对 然后 就 我觉得有些 就可以以后可以开一个那种做菜的教学视频 真的 就 我就真的看抖音 抖音里面 就是 瞎人抖音可能都是那种段子啊什么 我抖音打开全都是做菜 教做菜的视频 各种 各种就是 然后我就可以点 有看到喜欢的我就点点赞 然后就 然后就 做 然后再会看 看我的在里面 我的在里面全都那种做饭 然后 迷你专辑是什么时候 迷你专可能就 还是得要再等一段时间要多切 因为好东西得要 多准备准备嘛 对 有人说你做的能吃吗 你们简直就完全小看了我做饭的那个能力 好吗 我跟你讲 做饭真的超好吃 不跟你开玩笑 非常好吃 好吃到一个真的是炸裂 好多人就吃了我做糖醋排骨肉 就说 太好吃了 就建议我去开一个外卖 开一个店 你知道吗 真的就建议我去做店 我做能做辣吧 我跟你讲 我做川菜 超好吃 水煮牛肉 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 我跟你讲 真的 很多人都想要跟我说 就是 让我开一个 就是 外卖 然后他们就点了 然后给他们做外卖 不跟你们开玩笑哦 真的 然后 好了 好 那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 你好 嗨 朋友们 好 好 衣服什么时候发 衣服还没有发的准备 就是 就是可能现在还是会 你平时自己舞台的时候 或者自己MV的时候会穿 对 但是发售的话可能还不会考虑 可能再说吧以后 但是我做了挺真的做了挺多的 还有很多好看的衣服 都还没有机会穿给你们看 是 今天 手脉喜欢吗 哇 那个手脉太酷了 我真的觉得太酷了 真的 非常好看 对 天坛 马上就要杀青了 对 大家还有最后一个 还有最后一次晚会 大家多期待最后的节目 对 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电影 最近好像有没有看 最近还看了蛮多新的电影呢 大家想想推荐几个 大家有看过《门锁》吗 就 《门锁》 对 那个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对 就如果家里一个人住的女生的话 胆小的话就建议就不要看了 如果就是 大家胆子很大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门锁》 门锁还是挺好看的 对 但那个不是鬼片你知道吗 它那个是一个悬疑类型的 就是 我就比鬼片更吓人 因为我其实不怎么害怕鬼片 但是我看那个会觉得有点刺激和惊 挺惊险的 对 到最后 但我觉得最后还得说一句 今天呢 今天呢是抖音官方举办的奇妙夜巡游直播活动 在10月8号到10月18号这段时间 每天都会有抖音主播和明星带来带着大家一起感受好玩的直播内容 今天轮到我来跟大家见面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预约其他的直播活动 真的不要错过 然后呢 10月19日晚上8点钟 是我们抖音美好奇妙夜活动 那时候有许多的明星抖音主播参加 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 还会给大家发红包 到时候我也会去参加 现在就可以在活动页面预约晚会了 一定要记得来看哦 我会在广州保能国际演艺中心等候你们来 每天都可以参加抖音美好奇妙夜的活动 点击屏幕的右下方的抖音美好奇妙夜同意 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明天可以完成活动任务来获得抽奖任务 然后有可能抽中手机抖音美好奇妙夜 门票抖壁等奖品 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抖音美好奇妙夜 来了解详细的活动规则 感谢 感谢各位 朋友们来到我的直播间 你要感谢清晨学长跟景隆家的粉丝 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10月19日 抖音美好奇妙夜会有超多明星和抖音达人哦 大家看完直播也不要忘记 右下角的抖音美好奇妙夜里参与抽奖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大家